台湾人假日消遣之一 就是揪好友或者是带小孩去钓虾场同乐 大家聚集在虾池旁边聊天钓虾 娱乐效果更胜餐厅吃饭 不仅可以享受钓虾的乐趣 还可以现烤现吃大块多余一番 不过你知道泰国虾 其实不是从泰国来的吗 今天台湾百味采访小组 就要带您前往屏东潮州泰国虾的养殖重镇 一窥它的美味秘密 看你钓虾很有屈性 你这样钓钓几年了 大概年轻的时候就有在钓 中间也是也有休息 最近就比较喜欢新奇 然后朋友都找就来钓 经常来钓 家族想请问你平常都会跟谁一起来钓虾 跟爸爸他们就跟家人一起来钓 胡椒虾好吃对 我是盐烤的 加盐巴盐烤的 这两个料理是我最喜欢的 钓虾蛮满好玩的 真的啊 现在男女一大堆 现在女孩子一大堆都喜欢钓虾 台湾独有的钓虾文化从1992年左右开始至今 大家风潮不减反而是从原本男性三五好友的钓虾同乐 也渐渐演变成为假日亲子一同出游的好去处 厂内还附有烤箱 大家可以将钓上的虾子直接就抹盐现烤 烤到诱人的红色出现 虾身微微卷曲 就可以享受这活跳跳的美味咯 剥开虾壳 热腾腾的一口咬下 扎实的肉质与单纯的盐烤鲜味 弥漫在口中 让人顺植回味 台湾的钓虾场很多人都说是南部率先发展起来 但是采访小组又听闻 这种钓虾文化是从屏东人忽然开始热衷钓泰国虾 到底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为了一探究竟 采访小组特地来到屏东县这个养殖泰国虾 而且年产值破亿的大本营曹州镇 大概在1980年的时候 我们泰国虾是从东南亚引进 到台湾来做养殖 一些我们虾在养殖的过程当中 就有开放给朋友 就朋友一些亲朋好友来做钓虾的一个娱乐活动 因为这样 所以一些就比较有商业头脑的人 就把这一些钓虾文化 然后引进到市区 然后就开始在我们台湾 整个钓虾文化就开始同步发展 钓虾场的崛起 同时也为台湾的泰国虾养殖带来春天 屏东县泰国虾养殖户约有4800多户 潮州镇就占了约4成 自2019年开办赛神虾活动以来 也逐渐打开潮州泰国虾的知名度 好来 翁香请上秤 347 347 哇 这里要看鸡肉 有什么感念 有这种鸡肉比较爽 这个有炒那个什么柠檬虾 还有那个胡椒虾 这个虾很甜很好吃 每年举办的赛神虾活动 成功打响了潮州镇的名号 除了产业提升之外 也因此吸引了许多观光客前来这个小镇 既然如此 来到潮州这个养殖重镇 怎么能不亲眼目睹一下 这泰国虾是如何养殖的呢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喂那个泰国虾 对 没有错 那在喂植泰国虾的时候 它的那个飼料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其实都用配合性的飼料 大概每一次喂的时候 习惯会大概秤个差不多100公克左右 对 因为这样子才会那一个什么 才会那一个 我们在喂的时候才会平均 我们才能够去做计算 它每个那一个地方 然后会把它平均的把它给撒开 平均撒开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会等着整个迟迟这样子去喂 所以会这样整个这样绕 对对对对对 对 没有错 我可以试着去撒开 当然可以可以 但是小心喔 不小心的话整个就会甩出去了 整个就会甩出去了 所以它就有一个技巧的 对对 你这样握是对的 然后小猫把它给甩出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尝试看看一下 那我会不会成功 有吗 有成功吗 对对对有有有有 那我是有天分吗 对 1980年代后期 屏东内陆沿高平溪一带 许多田地纷纷改辟虾温 大批农民转型为泰国虾的养殖户 其中也有不少靠着养虾一戏致富的故事 而采访小组有幸能拜访潮州水产养殖协会创办人潘金咒老先生 原本是稻米养殖班班长的他也在这一波接触到泰国虾的养殖 所以在坦州那个动作就是爬虾 对啊对啊对啊 这块都是泰国虾吗 对 全部都是泰国虾 鱼这个不是很长的吗 没啦 没有很长的 潘金咒先生说 在拉网时不能心急 要慢慢拉 不然泰国虾会跑掉 养殖泰国虾超过一甲子的他与太太一生玄命 照顾泰国虾如同照顾孩子般 不但每日亲自煮饲料 还一日两餐喂食 潘先生说为了养殖这个泰国虾 与太太两人都没有出去旅游 所以潮州泰国虾能有现在的好成绩 让他感到相当欣慰 这样还真的有虾子在里面耶 这样的头啊怎么会这样切一切的 这不是头切一切 因为泰国会吃那个鱼 就是脚子 所以他的头以前那些 那个没有去 你们可以安心的食用 当初啊怎么会想要举办赛神虾的活动 潮州一直以来就是没有第一个具有 比較特色性的農產 因為泰國蝦的傳銷行銷管道 幾乎都是國內自習就食用 所以它每年大概會有兩季 很大的市場需求 第一個就是大概在母親節 那時候蝦子最肥美 再來就是中秋節大家要烤蝦 台灣泰國蝦有60%的市占率 都是屏東潮州養殖 而泰國蝦的正式名稱叫 淡水長壁大蝦 這種蝦子有一雙長長的藍色手臂 最重要的是它體型大 因此只要簡單的料理 就可以享受肉質Q彈的美味 讓人一隻接一隻 享受停不下來的繩植美味 我們剛才釣了不錯 釣了200多隻 老闆弄了幾道 包含說還有那個蒜頭蝦這些 看這個蝦子 可剝完的還是這種大隻 就是沒在誇張 就是這個蝦子肉厚又大隻又Q